各位朋友大家好 《樂報》我不講場 是《樂報》的討論名台 我們現在進行一輯直播的節目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頌輝 大家好 我們講了很多集 一集關於澳門施政方針 在2020年的施政方針 很大的篇幅是要對抗疫情 而首先我們近幾個月來 是要援助一些在疫情中比較困難的人 包括有瘦身的 有些小湘湖的 現在我們這集就和大家看看 新情況之下的社會形勢是怎樣 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還有我們經歷了有些店舖抬高物價 現在的情況又怎樣 豬肉又怎樣 或者燃油又怎樣 我稍微有少少悲觀 現在這個時間就不會說悲觀的事 這個時間應該說鼓勵的話 但我覺得我們要實在一點 現在澳門的情況不是最難的事 真的不是最難的事 雖然說我們封了關 我們又不能夠去內地珠海 很多事 但有一件事 澳門現場 相應來說是比較旺了一些的 因為全部的人 因為有內需 全部的人只是內需 你包括去買菜 你去餐飲 買衣 所有東西都是內需的 就算現在有少少缺口 在淘寶那裏 但內需都不是每個人都買得到 但在市面上有些行業 同一行業不同地點都有不同的榮譽 其中零售業 假如是做本地客的 包括超級市場 有些不太差 但有些專門做旅客生意 例如奶粉 化妝品 藥妝 那些比較差 其實我現在有一件事 就是我恐怕 我恐怕 當關口一開了的話 有些行業 就會受到 比現象的衝擊更嚴重的衝擊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 在疫情之前 大家已經是適應了 這些事情 客員是怎樣 已經適應了 要做的就做 不做的 就已經是不熬 現在我就覺得 有一個所謂報復性消費 大家都明白 所謂報復性消費 就是這段時間 你忍著它 不讓它國內消費 珠海消費 它這段時間 乖乖地澳門消費 但你要知道 有些人 他將積蓄 辛辛苦苦 是想做一些生意 其中有些 它不是很多店舖 不是有分店 它只是在某些度假村 包括歸尼斯人 我們可以說 或者一些博企酒店 開個商場 做飲食的 或者做零售 我說這幾個月 真是吃粥水 都不能吃 其中一些結束了 這些是很慘的 我想現在 我對於澳門的經濟 政府經常鼓勵大家去大灣區 甚至近一點的橫琴 不要去大灣區 其實大家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看到 事實上 我們真的要想想 如何在自強方面 真的要多些功夫 先要政府幫幫手 第一步 在抗疫 支持了 援助 接下來 在66號 首先 顧員得到第一筆錢 希望解決了 而未知急 然後 我想說 不僅是講金就可以了 政府都要講心 例如了解一些行業 商號 或者店員怎樣 所以 是有必要 由政府牽頭 邀請 中華總商會 工聯 或者多幾個單位 不要緊 他們屬下的商會 是比較主要一些的 例如 百貨辦館 或者飲食 幾個比較大的會 坐在談 如何對抗疫情之後的變化 將那個痛苦講出來 而政府也要了解一下 會不會有些人不行的時候 因為經常困著家裡的小孩 不用回家 家暴就嚴重了 不要只講錢 錢要講 講金也要講心 我想 澳門 在這個疫情 當然有很多個行業 被這個疫情打到 體無言呼 其中 的士行業 或者有些從事 跟遊客有關 跟旅遊有關 直接有關 幾乎都沒有什麼運行 這些是一個重災區 當然有些經濟能力強一些的企業 雖然說虧蝕 但它捱得到 例如是博企 但不是個個像博企那樣實力 博企真的賺了20年前 它們的根基很強 雖然說不想 叫做吐出來 但它是有這個能力的 反而我們覺得 澳門來說 很多的中小微企 其實都是第二個重災區 為甚麼呢 當然我不會講過那個行業 你不能夠說 一概而論沒有的 超市 黃道失採 也不錯 也不錯 剛剛大家看報道 五月的上半月 樓價和成交量 即加量都升了一點點 有些銀行還是環境不錯 借開銀行錢 你有沒有本事 即是還給它 你都要交利息 即是銀行的營運 不會因為這樣出現虧蝕 你現在其實很多 除了旅遊業之外的其他生意 都會有銀行 這些其實呢 澳門是一個 幾有人情味的地方 有些老闆呢 跟這個伙企相處了 十年八年 這個時間呢 他就雖然生意不好 甚至乎是虧著的 他都不會很輕易地 去炒了這個伙企 我特意留意市面上的情況 所以我雜誌講社會形勢 包括見有些飲品店 有些都賣一些一串串的食物 即是魚蛋 牛雜 不是那麼差 你見到 我都說了內部消費 即是現在根本上 那些人是被迫在澳門消費 就不能去 你不要多說 包括外勞也是 外勞不幫襯你的本身 他每晚都回到珠海 但是呢 我早就特意去到 以示庭前地 水靜鵝飛 真是很慘 有些店鋪 我平時都賣不到去 即是賣那些流行服 即是天術之類 現在冷清清 所以說呢 現在澳門人都很有人情味 但是這個人情味 你現在有些人好生意 因為是被迫著這班人 澳門消費 包括外勞 外勞現在有些不回去 為什麼呢 他七天要驗一次 他不如不用這筆錢 可以不回去 也不回去 外勞有些能夠的話 是不出去吃東西的 因為他們覺得出去吃東西是貴的 也有超市 即是能夠的話 所以 一個超級市場 一個便利店都旺了 而這裏我們都想輕輕說 物價 我看到一些便利店 我對比它的價格 和幾個月前 例如廁紙 是沒有加到價 沒有加到價 不特意 他還說 如果你用消化卡的話 八百折 這樣算是老實的 現在有些店鋪 其實都做得好的 又是孤隱其名 當然不能賣廣告 我看到有些店鋪 你去 都有一個Promotion 你現在不論你用任何方法付款 現金也好 消費卡也好 他最近做了很大力的推廣工作 就是買QPON 買300便送60 我想這些都很多做 盡量在這段時間 因為留澳消費 現在這個是強迫性 留好消費 你不要忘記澳門人 除了去國內消費 還有香港消費 也有 不同收入的階層 它是不同的方法會消費 但我們看 有一些不是貴的消費地方 但如果是靠貴一點的消費 一個來不開 一個是遊客 另一個是要有特別的活動 例如酒樓 你沒有社團的活動 怎會有這麼多酒席 所以就算喝茶好像旺返 喝茶 他賺得多少錢 但他真是慘 沒有酒席 如果是以往 由春冥到現在 又說會慶 等會又說 早排 佛誕 很多節日 父親節母親節 整個會慶祝都有 所以澳門的問題 大家看到今天 旺與膽 看行業 有些行業一定會旺 例如我剛剛說的 餐飲行業 包括飲茶 或者非宴會式的晚飯都有 所以說到餐飲 也要說平時跟客人的關係要好 有某一間 不說它是甚麼名字 又不說它是餐廳還是酒樓 或者模糊一些 平時 以往一直 一個房間 喝茶 或者吃飯 沒有甚麼所謂 沒有最低消費 後來在疫情前 開始覺得自己旺了 那就沙塵了 我們現在不行 要最低消費 最低都要2,500元 那些人就不去 你不去的時候 當時已經開始差一點了 現在更加 它現在不用最低消費 我不去了 那麼沙塵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大家要小心想想想 消費券一出的時候 入幕後已經旺了 是突然之間旺了 大家當那些錢 好像不是自己 事實都不是自己 難外的 因為這樣 不是每個人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有些得到消費券 是用得很開心的 我覺得無所謂 你當是益一下它 但是 現在問題又來了 現在雖然消費券有了一個月 但是消費券 老老實實說 我沒有數字 我想 政府有披露 我知道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留心到 我想 起碼都用了一半以上 例如 你有三千元 還有一成人 還沒拿過卡 申請了還沒拿 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 你不覺得 當這個消費 要用自己真金白銀 可能又保守 這個不要這樣想 這樣想就不得了 有現在的 先做了現在 畢竟這個不是經常出現的 不用怕 接著有第二波 第二波還多斬幾兩 我想說 營商者 不要想著 這班老陳 錢不是他的 你可以亂斬他 這個想法 是錯的 其實這個時間 這麼多人出來消費 你更加要對他 所以 有些就做好了 包括 好像剛才你說 買一些卡 例如 餅卡 買餅卡 是特便宜的 你要有時間去吃 吃吃吃 都不錯 又會再光顧他 沒所謂 所以這個是一個機會 形成 大家 營商者 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擴展自己的業務 其實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市場的時間 現在叫做起步 藉著第一期 認為有什麼問題 在第二期的另外五千元 換個說話 由八月開始 看下怎樣再做好些 所以 有些人就提出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說 這些消費券 應該是分開類型的 至於分多少類型 就沒有詳細他們表達 譬如 有些說 你去超市買東西的 可能是多少錢 然後剩下那些 可能有些去餐飲 有些可能買服裝 衣物鞋 幾千元的東西 我斬釘折鐵港 就不適宜搞這麼多花筍出來 幾千元的東西 你自己去分配好 是不是 我覺得 這是這樣的說法 我也思考過 那五千元 你退了買某東西 你等於省了現金 譬如本來你過月都要買米的 你用它買米 你將買米的現金 又買別的東西 你不直接探討 是嗎 我自己也觀察得到 初初那些人 因為不知道怎樣用 三千元不是很多錢的東西 但一家人加了一萬多元 都是一筆錢 買什麼好 什麼都不要想著 買家裡需要的東西 以前買了一星期 現在買夠一個月 其實買了 好了 我真的觀察到 現在超級市場 又剩下來了 因為這班人 已經是 你不用擔心 因為三千元給他三個月 好多人都揮霍到 七個月 可能十日用三千元 所以不用理會他怎樣用 包括有些 規定說 你不可以在某方面消費 例如 不買到手機 比如 那你便退了買米的錢 有些家庭住戶 一個月開始都很大 退了他 你便有現金 我自己來等 我強烈要求 一件事不能夠消費 就不能夠拿這個賭博 但他退了其實是一樣的 就好像剛才說的 就是每個家庭 一個月 可能買兩千元 是要給現金的 你退了兩千元 他拿兩千元去賭 所以你阻止不了人 當然 就不要讓他那麼直接 因為你太直接 消費卡可以去換籌碼 那就不應該 我想 消費是各色其色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消費模式和習慣 再不然他拿來買金 然後賣回他都可以 那他便虧了差價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你限制 你也很難分類分類到七十 二行個個都有份 不需要 其實現在這些東西 在權宜之計的時候 不要搞太多花神 所以我想提出 這個對抗疫情 而援助僱員那個 他直接免了你申請 這個做法我覺得很好 你說香港這樣 現在香港連那一萬都推出了申請 上一節四千都未派完 你要申請又要審核的時候 很麻煩 所以澳門我看 現在又將不開關 和我們有消費 或者一萬五千元的庫原補貼 其實澳門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相信 本地的內需是不錯的 民間又不同的聲音 包括我聽過有些說 每人派多多少萬 也有些提出說 希望這個免費的水電補貼 是去到今年的年底 有些人又說 你給他三個月三四五 但又不是完整三個月 是由哪個月的幾多號至幾多號 每個差別不同 政府也解釋過 不要那麼濕碎 總之是給你有三個月 種種的說法都有 我覺得不要執在這裏 既然現在有了援助的時候 就做好它的算數 至於你說 真是社會環境不好的時候 我想政府是繼續有它的想法 但我不希望 逼政府又再訂錢出來 我想我們現在 還有兩筆錢都未到手 其實我們看那兩筆錢到手之後 再量度看全世界的疫情是怎樣 我們再決定那步 我想這樣的 譬如當了我和你 不要說我們是行政長官 我們有份委託我們諮詢 我們不是任務官員 只是諮詢我們 政府的級數 我想最直接就是 現金分享派多些 現金分享不派多些 可能是援助 援助也是等於現金一樣 援助再下來就是消費卡 即這幾個級 再給都在這幾個級別想 我們知識不要那麼直接 之前我們也說過 很多人提出 哪些又沒有 哪些又不公平 其實澳門整個制度 它不是派米 我們整個制度 我都覺得政府是經過細心 經過細心 以及都是為民的 去想一下怎樣 還有沒有滄海為諸 有些真的漏了 漏了不要緊 你可以馬上去反應給我聽 我亦都當作為資訊 好了 我是引導大家去想 身邊 你選十個朋友 求是寫出來 然後想 咦 鄭仲暉 在疫情受到多少影響 余榮樣的手機影響 現在給多了15000元 這個援助 給余榮樣鄭仲暉 又每人這兩個人都有 8000元的消費卡 但鄭仲暉應該可以了 他損失可能是8000元 因為疫情 余榮樣就不行了 他差兩千 但好了 有時堅有不測之風雲 像特首所說的 有時自己都要在自己的荷包 裡面平衡一點點 對不對 老實說 沒有理由 老實說 我覺得有些人說話出來 當然很多掌聲 給多10萬 不如給多100萬 更加掌聲 或者說 所有人都給多個援助 但如果所有人給多個援助 這個不是援助 這是加碼現金分量的 這個就會形成到 大家 很多東西 當你習慣了這樣的援助 或者現金分量之後 不能分得回來 所以如果形成這樣的依賴 是不是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進步 因為我們有疫情 這是為了疫情而止的 無可口非 所以我最後總結 我都希望政府 不是只講金 都要講心 關懷一下社會 有哪些人因為這樣 而心理不平衡 是不是藉著名愛 和社會工作局 一些的輔助熱線幫他們 有些人不一定要付錢 他很害怕 又或者一些小孩 經常留在家 又受到虐待 這些要特別幫助他 多謝輝哥